我们刚刚谈到说孩子呢 在学前的阶段就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书页语言的能力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几个点 前面提了三个点 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孩子呢已经可以开始防写大人 或者是他从书本上或者是其他的文本上看到的一些文字的表现 来完成他们学习活动里面所需要做的这个成品或是作业 那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普遍 尤其同学们将来你们到幼稚园去做观察 或者见习或者试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种例子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像这个孩子 他们班这个活动呢 是他们班进行了一个有关艺术的主题 然后在这个艺术的主题里面呢 因为小朋友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作品 就是不管是图画或者是捏缩的 甚至是那个其他的这个创意的作品 所以老师就决定在他们班开一个画展 就是他们班要开一个画展 但因为开画展呢要邀请家长还有其他班级的小朋友来看 所以他们就觉得小朋友就很担心说别人来看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的作品破坏 所以老师就跟他们讨论说 那我们在开画展的时候 开这个艺术展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些参观的规则 那小朋友就觉得很重要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设计一些 一些告示台 就是要告诉人家说你们来参观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 那你们看到这个小朋友 这两张都是他写的作品 这个呢是他写 他画了一个艺术作品 然后呢画一个人 那个手伸出去 然后打一个叉叉 这是要告诉人家说 不行摸作品 不行去碰作品 所以小朋友先用图示表现出来 然后这个不行摸作品呢 不是他自己独立写出来的 其实是他画了这个图之后 然后他告诉老师说 我这个想要写这个文字 让人家看得懂 可是他不会写 所以老师呢就拿了一张纸 在旁边先写不行摸作品 然后小朋友是看着老师写的那一张文字 他再防写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防写的作品 在幼稚眼里面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他在做另外一张 譬如说不能吃鲤嘴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常常会看到的 用防写产生出来的书写的作品 那这个也是 这个孩子他们班呢 是进行一个那个自然科学的主题 是植物的主题 那他们每个小朋友呢 就有种自己种植一个小豆子 不只是一个 就是每个人有一个盒子 然后他们里面就种豆子 那在种豆子的时候呢 老师就要求他们 要把他们自己种植的那个植物生长的情形 做一个观察记录 所以他们就有一本观察小书 每个小孩都有一本观察小书 那这个孩子他的观察记录做得非常好 他比如说他种了五颗豆子 然后到第几天的时候呢 三颗都发芽而且长高了 有一颗长得比较慢 然后这一颗呢 一直都没有发芽 所以他就记录下 你看他这个画面上面 他画出来 同时写三颗绿豆长高了 然后还写上日期 很清晰的写上日期 让老师还有他自己知道说 这是第几天 然后到了另外一天 这是刚才这个是93年4月15日 到了93年4月16日的时候呢 他看到那个第五颗豆子发芽了 他很高兴 他就赶快记录下来 而且画出来 然后写第五颗发芽 然后写上日期 所以那他这个字呢 这些文字也不是他自己独立写的 他也是一样 他告诉老师说 他想要写什么 那老师写给他看 或者是老师提供他书籍 因为当时他们教室里面 有很多很多跟植物的特性 还有生长相关的很多图书 老师就建议他 你可以去看什么书 然后你自己可以把那个文字写出来 所以他也是防写出来的 不是他自己会写 是防写出来的 所以这些作品都蛮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表现 是蛮常见的 在学前阶段的孩子 来说是蛮常见的 好 另外呢 孩子已经可以书写 把孩子往往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呢 他会把少数 少数他自己会书写的东西呢 把他写到他的文字里面去 可是呢 等一下你们看到那个例子就知道 虽然他会把他少数会写的文字 呈现到他的作品里面 但是这些传统的文字不见得是他那个文字的意义 他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一篇是一个文字 是我写的文字 然后我们来看那个刚才的那个例子 你们就会很清楚 刚才你们有看到这个小女孩写的故事吗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看到 他写这个文字呢 已经有成行书写的那些了解 那在这里面呢 大家找找看 有没有你们看得懂的中国文字 譬如说这里可能有个女 对不对 还有呢 还有没有其他我们看得懂的文字 譬如说这里有一个日 对不对 那可能下面这边会有大中图小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刚刚在讲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可能只认得少数的中国文字 他只有认得几个字 可是他在写这篇故事的时候呢 他就在不同的地方呢 把他已经认得的这个文字写进去 那他写到这里 譬如说这个女出现在这边 不见得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就有个女字 不见得 然后也不见得说 写到这里就有个日字 或者写到这里就有个大啊 中啊 小 不见得是这样 所以孩子把他认得的那个文字 写到他所写的这个作品里头 他的意思呢 是要告诉你说 这是一篇用文字写成的故事 或者是作品 他只是要告诉你说他会写字 他写了一篇作品 这样了解了吗 就像那个 我们刚才前面看到那个外国的小孩 不是用那个英文字母 写了一大篇文章吗 对不对 类似像那样子 所以孩子呢 他会在他写的东西里面 埋进去一些我们认得的文字 可是不见得在这里 他就是代表那个含义 他只是要告诉你他会写字 而且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这个是 我们发现台湾的孩子 也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呢 我们会发现说 孩子在自由书写的时候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老师要特别提醒你们 因为有很多幼稚园老师 跟家长都会误会 很多的人都认为说 小朋友在发展 他的书面语言能力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注音符号比较容易 所以注音符号他们会比较先学会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曾经这样想 有人觉得说小朋友是先 先会写注音符号的 有没有 好 那很不错 你们都有很正确的概念 可是很多的幼稚园老师会误会 很多家长也会误会 他们会误以为说 小朋友是先学会写注音符号 其实不然 其实孩子真正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发现说孩子真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是先会写国字 先会出现国字的书写 不管是透过防写 或者他自己自由书写 孩子其实是先会写国字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比较常看到国字 对不对 因为不管是街道上的招牌 或者是交通号制上面的文字 或者是平常看到的书面的资料 其实大部分都是国字 所以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访写国字比较多 而且国字对他们来说 因为往往会跟情境结合 所以其实国字反而比较好认 我自己就记得 我的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因为他常常看书 所以其实他到三四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阅读 就是很简单的那个图画书 他就可以阅读了 像那种重复性高的 重复性高的图画书 他自己就可以阅读 他可以看着那个图 然后文字这样阅读 三四岁的时候 他就会阅读国字 可是你知道很好笑的是 他上了一年级之后 开始学注音符 他是上了一年级才开始学注音符 所以他在进入小学一年级之前 他没有学过注音符号 那他刚开始学注音符号之后呢 因为他们的课本是用注音符号拼写的 所以当时我有注意到一个很好笑的现象 就是本来他会念的那个读本 譬如说他现在同样拿一本图画书来 那本来他直接就会念国字的 他现在就跑去读那个注音符号 然后反而读得很慢 所以其实孩子并不是真的 一开始就先会运用注音符号 他其实是先会读国字 刚开始学注音符号的时候 反而会有这种互相干扰的现象出现 要等到一阵子他适应了之后 慢慢这种干扰现象才会消失掉 所以回到这边我们讲说 孩子其实大部分都是先学会写国字 是到了他近一年级之后 开始学注音符号 或者是说他的幼稚园或者安清班 有交了注音符号 那孩子才会比较选择注音符号来书写 所以像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幼稚园的孩子 他们在做这个借书单的时候 刚才我们不是有看到一张借书单吗 这是另外一个班级 他们也是有借书 那这个孩子你看他仿写那个他借的书本已经写得非常好 已经写得非常好 这些都是国字不是他自己写他是仿写出来 可是已经可以写得非常好 他的笔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不见得是注音符号才会比较容易写 所以这一点呢老师要特别提醒你们 你们自己将来在为孩子设计活动的时候 你们自己将来在为孩子设计语文活动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你不要误会说 我设计那个让他学注音符号的活动会比较容易 其实注音符号非常非常的抽象 我们中国国字反而有很多象形字 或者是那个形生字 其实对孩子反而比较容易理解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一些例子 象形字跟形生字 其实对孩子比较容易掌握 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譬如说你要帮助他认日 你要帮助他认日 你只要跟他讲说这就是一个太阳 或者你要帮助他认水 穿这些字 其实非常非常容易 所以你们自己将来在设计语文活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误会说 如果我设计一个让他学注音符号的活动 他会比较简单 其实不然 这样了解吗 所以孩子是先从日常生活里头先认得国字 然后后来才学注音符号的 这一点大家要记得 好 最后我们统整 这个台湾孩子在学习书面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些书面语言能力表现的一些阶段性 那这几个阶段性 老师把它整理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叫做涂鸦阶段 我先把这四个阶段谈完 我们再来看实际的例子 第二阶段是涂鸦阶段 孩子在涂鸦阶段的时候 他可能对于运笔还没有很熟练 所以你看到他的线条是比较 比较粗比较大的 比较不规则的 但是他透过这些不规则或者是比较粗糙的线条 他已经要表达他所理解的内容 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是涂鸦阶段 就是说他的线条本身呢 看起来很不熟练 可是他其实是有意义的 他是要透过这个线条来表达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他理解的内容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随意书写阶段 所谓随意书写阶段呢 就是他可以开始很自由的去发挥 然后他对于笔 运笔的控制也比较好 线条也比较流畅 然后他写的时候 他有自己对文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写出他认为的文字 那这个就是处在第二个阶段 就是随意书写 那随意书写阶段的孩子呢 因为他们对于文字的概念比较好了 运笔的控制也比较好 所以他有时候写出来是你感觉他 真的有那个中国字的味道了 像前面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小男孩写 那个火车的儿歌吗 那个就是随意书写阶段的孩子的表现 一个非常清楚的典型 他已经写出长得像国字 可是没有一个我们认得的国字 的那种字型 那这是随意书写 第三个呢是模仿书写 所谓模仿书写 就是刚才老师给你们看到那个例子 譬如说我想要写一张告示牌 我写不出来 可是呢如果老师给我一张范本 我可以照着老师写的 仿写出来 或者是说我想要那个 做我的这个观察记录 可是呢我不知道那个名称怎么写 我可以去拿一本书来对照着写 或者是我写借书卡 这些呢都是属于模仿书写的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的孩子 模仿书写阶段的孩子 他的运笔的控制已经相当的成熟 就是说他他已经可以在一个比较大范围里面写出很完整的字型 那可能会有一些少数的错误 他防写的时候他也许会漏看了一个点啊 或漏看了一个撇 可是呢大致上他已经能够掌握那个字型 而且也可以控制的很好 那这个是防写阶段 到了最后一个传统书写阶段 就是孩子已经能够按照我们传统书写的惯例 而且大致上字型都完全正确的写出他想写的字 而且他是他不是看着写的 他是自己就可以写出来 所以像孩子很多孩子写自己的名字 他写自己的名字他可以写的非常好 而且可以表现出很正确的传统书写的那个样式 甚至笔画都对了 所以这个就已经到了传统书写的阶段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